苏贞昌扎实表态。 深澳电厂要安全不要污染。 图中央社。 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贞昌今天表示,深澳电厂的兴建不必喷口水,它就是扎实表态。 要安全不要污染。 市府开记者会澄清,深澳电厂通过环评与核定都在苏贞昌当行政院长任内敲定。 行政院长赖清德15日晚间接受华氏专访时表示,深澳电厂成为选举的议题实在是令人意外。 因为这是新北市长朱立伦过去担任行政院副院长时拍板,她只是执行者。 新北市府发言人张琪强,环保局长刘和然今天上午举行记者会澄清表示,完全没有朱立伦拍板这件事。 深澳电厂更新扩建计划,也就是拆旧厂盖新厂,是在民国94年民进党执政时,由行政院会通过,95年7月25日公告通过环境影响评估。 95年12月14日由当时的行政院长苏贞川核定。 张锡强与刘和然反驳,并提出公文。 澄清表示,环平公告与核定后,并编列为79年的新台币11.8亿元预算。 这些都有公文与公告为凭证,哪来的朱立伦才是或拍板定案。 刘和然说,新北市府从未苛责当时扩建深澳电厂所涉及的能源政策,当时空气污染品质管制的标准也与现金不同。 更不会当成选与选拥选一题。 但赖清德与苏贞昌在选举期间所说的话,并未拿出任何公文为证据 至于苏贞昌今天所说,朱立伦当副院长的时候,亲自主持会议,才是进行深奥电场,是否澄清说 民国99年3月所召开的行政院节能减碳推行委员会议,是针对当时既有的火力机组,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所召开 深奥电厂早在民国96年就已出役不再发电,根本不在会议讨论范围,更不涉及新电厂的审核 苏贞昌今天上午在柏桥市的传统市场扫接拜票,受访时表示,他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深奥电厂的兴建还在环保署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的阶段 苏贞昌说,深奥电厂的兴建沿路走来经过两党执政,大家都不必对于过往加以扭曲,他认为 选举不必喷口水,就是扎实表示态度 对深奥电厂他的态度始终一致,就是要安全不要污染 如果他当新北市长,若深奥电厂没安全有污染,他绝不同意 苏贞昌表示,面对过往的议题,以及现在拿出来的白纸黑字,大家都可以评断,人民不是傻瓜 中央社 图中央社 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贞昌今天表示,深奥电厂的兴建不必喷口水,他就是扎实表态,要安全不要污染 市府开记者会澄清,深奥电厂通过谎评与核定都在苏贞昌当行政院长任内敲定 行政院长赖清德15日晚间接受华氏专导时表示,深奥电厂成为选举的议题实在是令人意外 因为这是新北市长朱立伦过去担任行政院副院长时拍板,他只是执行者 新北市府发言人张奇强 环保局长刘和然今天上午举行记者会澄清表示,完全没有朱立伦拍板这件事 深奥电厂更新扩建计划,也就是拆旧厂盖新厂,是在民国94年民进党执政时,由行政院会通过,95年7月25日公告通过环境影响评估,95年12月14日由当时的行政院长苏贞昌和平台 张奇强与判立伦和单位 张奇强与刘和然反驳,并提出公文 程青表示,环评公告与核定后并编列为79年的新台币11.8亿元预算,这些都有公文与公告为凭证,哪来的朱立伦才是或拍板定案? 刘和然说,新北市府从未苛责当时扩建深澳电厂所涉及的能源政策,当时空气污染品质管制的标准也与现金不同,更不会当成选举议题 但赖清德与苏贞昌在选举期间所说的话,并未拿出任何公文为证据 至于苏贞昌今天所说,朱立伦当副院长的时候,亲自主持会议,才是进行深澳电厂 市府澄清说,民国99年3月所召开的行政院节能减碳推行委员会议,是针对当时既有的火力机组,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所召开 深澳电厂早在民国96年就已出役不在发电,根本不在会议讨论范围,更不涉及新电厂的审核 苏贞昌今天上午在百桥市的传统市场扫接拜票,受访时表示,他当行政院长的时候,深澳电厂的兴建还在环保署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的阶段 苏贞昌说,深澳电厂的兴建沿路走来经过两党执政,大家都不必对于过往加以扭曲 他认为,选举不必喷口水,就是杂实表示态度,对深澳电厂他的态度始终一致,就是要安全不要污染 如果他当新北市长,若深澳电厂没安全有污染,他绝不同意 苏贞昌表示,面对过往的议题,以及现在拿出来的白纸黑字,大家都可以评断,人民不是傻瓜 中央社